从农村富裕劳动力变身为现代企业工人 在安徽河为一家企业 180余名新疆籍务工人员 通过自身努力 在他乡实现了人生角色的转变 近日 记者来到该企业 探访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新疆籍务工人员 今年23岁的阿曼谷阿布莱提来自新疆 他家里有六口人 两个妹妹和一只弟弟还在上学 家庭收入主要靠种地 紧固维持生计 2016年 抱着出来看看的想法 阿曼谷阿布莱提报名来到合肥工作 至今已有四年时间 据阿曼谷阿布莱提介绍 因为来的时间比较久 能说一口游历的普通话 他在生产车间里当上了班组长 如今 他在这边企业工作 一个月工资有4000元左右 靠着稳定的收入 家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成功脱贫 他也因此获得致富人手称号 这边上班有稳定的收入 赚钱就是家里的条件也比之前好了 好了就是脱贫了 现在就是比那边的好多人讲就是已经很不错的了 从新疆来到合肥 阿曼谷阿布莱提颤到外面的发展 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刚来时的陌生不适应 到作为班组长操作电脑管理生产 他变得更加自信 也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把自己这边赚到自己顺利钱 拿回去学个技术 开个店或者什么的 我想自己干个事 阿曼谷阿布莱提坦言 他希望能学好技术后 再回到家乡去发展 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家乡建设做贡献 阿曼谷一鸣也是来合肥务工的新疆籍员工 尽管2019年才来到合肥工作 普通话还说不好 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工作的同时 在微信上卖起了家乡品牌的化妆品 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额外收入 而在出来工作之前 他从没有使用过智能手机 如今 他不仅习惯了用手机打车购物 还经常跟家人视频聊天 据新疆籍物工人员戴瑞老师 布在纳府买买题介绍 这里的新疆籍员工们 在工作之余 也会组织文体活动或外出游玩 不仅拆破了眼界 也增长了见识 都变得更加自信 员工的父母给我们打电话说 我们儿子挣了这么多钱 给我们记得老师 你们辛苦了 然后是我们员工也 看到我们的辛苦 然后他们也 老师你辛苦了 就这样的修话的时候 我们其实觉得很开心 谢谢你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